大家好 我是环宇空调的刘公 关于家庭空调的保养 我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有些方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操作 和处理 一个是空调需要定期的更换过滤网 因为空调在开启的时候 室内的空气一直在不停的循环 所以过滤网会慢慢的越来越脏 越来越脏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 去更换新的过滤网 然后再有一个暖气 因为它一般是使用天然气的 在暖气的旁边会有一个天然气的管子 上面有很多有阀有接头 这个地方经常可能会发生有煤气泄漏的地方 我们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到这来注意一下 会不会有煤气的泄漏 很简单就去靠近来闻一闻 有煤气特殊的那种臭味 如果有的话 您就暂时就先不要用暖气 然后请人来把这个泄漏地方要维修好 再有一个就是关于空调的风管 空调工作的时候 室内的空气经过回风口进去 到机器再通过风管送到像这个送到各个房间 那有些客人就会有疑问 说这个管子里面会不会很脏 需要去清理 是这样子的 空气在循环的时候 会把一些灰尘带到管子里面 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里面管子里面已经存在的灰尘 因为你空调都是每年有在正常的工作的 里面的灰尘开启空调的时候 如果能很轻易的吹出来 那说明它已经吹走了 如果说没有很容易的吹出来 那说明在里面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吹到您的鼻子里面 所以呢您不用太担心 当然如果您感觉这个开启空调的时候 里面很明显有很多的灰尘 或者说有很明显的异味 那您呢就需要请专业的公司来做清理 再有呢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 我建议大家在每年四月份的时候 天气刚开始有点热的时候 您就打开冷气 试一下 看试一下它是否能够正常的工作 您不一定要长期去开 但是您要试一下 因为如果它有故障 不能正常工作 您可以及早的请人来维修好 如果说您等到天气非常热到六月七月的时候 您再去请空调公司的人来维修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空调公司会非常的忙 可能一下子就请不到人 所以建议您在四月份的时候提前去打开您的空调 去试一下 再有呢就是关于空调的室外机 空调的室外机呢 我们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空调室外机其中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散热 所以在它的旁边周围要尽量的保持整洁 不要有些呢是旁边长满了杂草 有些堆了一些杂物 这样是不太好的 要尽量的保持干净整洁通畅 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家里有养了一些小宠物 比如说小狗狗啊 建议您在旁边给它防护起来围起来 因为有可能小狗狗会在上面撒尿 这样子它会很快把里面的散热片给腐蚀掉了 所以如果您有养了一些小宠物的话 建议把旁边围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空调的冷煤 经常会有客人问 我的空调都用了很多年了 也从来没有加过冷煤 那是不是请您来帮我加一加冷煤呢 是这样子的 空调的冷煤不像汽车的机油 每到3000麦5000麦就要换一次 它在理想的情况下 是密封在里面的 如果没有说哪里出现故障 哪里漏掉 它就一直在里面 是一直是不需要加的 您只要在夏天的时候 正常的开冷气 如果感觉有正常的有冷风 那您基本上就不用去担心加冷煤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呢 也是客人会问到 我的空调就放在外面 也没有一个盖子 那下雨会怎么办 因为空调的室外机 它设计就是放在室外使用的 所以您不用担心 即便是风吹 日晒雨淋都没有关系的 就是这样子 在外面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